来人 将和珅推出五门 临时处死 乾隆皇帝临死之前告诉自己的儿子 千万不要拿和珅开刀 一定要把他留着 嘉庆皇帝总以为是自己的老父亲老眼昏花 看不清和珅是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在自己上位之后没多久 就用二十条罪名把和珅给送走了 当时还将和珅的家底给抄了个遍 这次嘉庆皇帝算是充赢了国库 可是他也失去了快乐 因为没了和珅 大清王朝似乎失去了中流砥柱 这是怎么一回事 嘉庆皇帝之所以要处死和珅 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贪官 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为了能够震慑地方 嘉庆皇帝不得不这样做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 看到他的雷霆手段以警效尤 然而因为他将和珅给处死了 所有的事情都只能由自己一个人进行处置 他有任何棘手问题 需要手下人去办的时候 这些人总是推三阻四 直到这个时候嘉庆皇帝才知道 为什么不能将和珅处死 和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在乾隆时期他就已经展现出了 自己与众不同的能力 当初乾隆之所以会重用 他是看中了他会多种语言的技能 和珅出生于一个落魄官僚家族 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 让他进入了仕途观察 此时的和珅就是一个矛头小子 但是他的才华却如同蒲玉一般带人开采 有一次乾隆收到了一封用藏语写的奏折 看得乾隆非常头疼 所有大臣都面面相去的时候 只有和珅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可以进行翻译 乾隆看到这样的人才非常开心 于是便将翻译的重任交给了和珅 和珅看到之后立马就把内容全部翻译出来 乾隆非常高兴 有了一个得力助手之后 便将和珅步步提拔 让他身居高位 和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懂得理财的人 乾隆也正式看中了他这样的才华 于是让他管理国库 虽然和珅喜欢贪污 但是和珅贪污银两 他是心里都有数的 而且乾隆是一个非常喜欢油山满水的人 在他在位期间就曾经六下江南 这一笔不小的开销都是和珅给他解决的 如果单纯是用国库当中的银两 国库早就被乾隆给掏空了 既然和珅有这样的本事 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 乾隆在位期间 国库从未空虚过 因为和珅在打理这些银两的时候 会不断将这些钱用于购置房产 然后进行土地出租 或者是拿去放高利贷等等 用这些方式去让乾隆的国库不断充盈 乾隆看到如此有才华的和珅 又怎么可能让他埋眉才华呢 因此乾隆与和珅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默契 和珅不会贪夺别的东西 除了喜欢钱 对权力方面是丝毫不在意 但是其他大臣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仅贪图权势 而且贪图财富 这样的人是不好掌控的 反观和珅 他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享受到更加奢侈的生活 因此拿捏了和珅的乾隆也就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和珅在乾隆身边的时候 不断给他出谋划策 他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且和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并没有是财傲物 总是会虚心和乾隆请教 况且和珅是一个非常高情商的人 面对乾隆的时候 他会溜须拍马 让乾隆十分开心 在乾隆给自己安排任务的时候 和珅也是不动生肆地将他完成 对于一个领导来说 这是他的仪招啊 这是真的 是真的 这是真的呀 身边有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只要钱到位 其他什么都别无所求的情况下 难道不应好好利用吗 正因如此 乾隆才会如此放心让和坤放开胆子去贪污 毕竟和珅除了贪财之外 他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也没有破快朝堂秩序 因此乾隆并不在意和珅的所作所为 反观嘉庆皇帝就截然不同了 嘉庆皇帝刚刚登基 没有站稳脚跟 必须杀意景百 文武百官才能归顺于自己 和珅就是最容易拿去开刀的人 于是在乾隆刚去世十多天的时候 和珅就被满门抄斩 并且没收了全部的财产 这就是嘉庆皇帝的一个下马位 但也是他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当初的乾隆皇帝之所以警告嘉庆皇帝不要处死和珅 就是害怕以后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帮助他 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也是非常无奈何 嘉庆并没有看出来父亲的良苦用心 只是觉得和珅有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 也没有看清和珅这个人只爱财不爱权 最终将和坤给处置了 最后当嘉庆皇帝发现自己身边没有一个能够重用的大臣时 他才想起来和珅的好 确实和珅喜欢贪污 但他也的确是一个得力助手 因此嘉庆皇帝即便后悔 那又如何呢 只能默默追忆曾经拥有的栋梁之才了 嘉庆和乾隆其实最大的差别在于乾隆更懂得用人的一术 而嘉庆由于年轻 为了站稳脚跟 自然是会雷厉风行一些 只不过嘉庆更注重的是眼前利益而非常远利益 乾隆子与他刚好相反罢了 本期视频到了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请点击关注加留言 欢迎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